中國跟台灣直飛的航線又多一條 這是中國福州直飛澎湖 有180位福州民眾 今天就以這樣包機直航的方式到了澎湖 他們也說希望這可以成為定期航班 這樣子的旅遊就更方便了 180名從中國福州來的民眾 以包機直航從福州飛到澎湖 展開四天三夜的旅遊 美麗的大海 美麗的沙灘 還有我們熱情的澎湖 澎湖居民 福州飛機直航澎湖21號開通 不只中國客來到澎湖 澎湖也有182位的民眾前往福州 在直航的儀式上 率團來澎湖的福建省政協副主席 更期待未來可以定期直航 到我們旅遊的眼前 應該抓住這個機遇 在推動現在包機直航的基礎上 推動兩岸直航 以往從中國搭船來到澎湖要三小時 現在有了包機直航 大約一小時半就可以抵達 雖然時間縮短 但是目前中國飛往澎湖的只有包機直航 沒有定期直航 一個禮拜最少要兩班 我想定期航班開始之後 會對澎湖的旅客 甚至台灣的旅客 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只是中國客的觀光素質有待加強 在吸引人潮的同時 如何維護觀光品質 看來澎湖縣政府應該有更完整的配套措施 來保護海洋資源 明星文林樹民澎湖報導 開始